我今次的訊息是說如何勝負魔鬼攻擊 以及除去對魔鬼攻擊的懼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些驚徒 哎呀 魔鬼又攻擊我了 又有攻擊了 有病了 又跌倒了 又不見得錢了 即是甚麼都說魔鬼攻擊 那這個有甚麼後果呢 那個後果就覺得好像 不知何時隨時隨地魔鬼去攻擊 變成一種無形的懼怕 其實聖經是完全沒有這種心態 聖經是沒有傳遞這種心態 但不知為何是很多這種說話 甚至少很多人入世心 慘了 經常魔鬼攻擊我 很慘 我很軟弱 我很無力 這種心態是影響很多驚徒和信心的 其實它是一個 我真的覺得這不是神的方式 我今天會去解釋這些 從聖經看 如何看對於魔鬼的攻擊 魔鬼是有攻擊的 不過怎樣去防範呢 我今次會說到的 魔鬼是怎樣攻擊的 好了 很多人都覺得 很多問題都是魔鬼攻擊的 這是一個例子 因為我打了考察之後 那些是不正確的想法 有病就是攻擊 有些人說有病就是攻擊的 有人際問題又攻擊的 我家人又罵我又攻擊了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些說話 那些人不順利又攻擊了 那帶來什麼後果呢 第一就是什麼都推卸給魔鬼 就是好像是魔鬼弄壞的 不是我的責任 就是推卸責任 第二就是很害怕 很擔心和懼怕 而且覺得橫禍隨時會來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 而且不相信神是德性 和會真的幫助我們 其實是減弱人的信心 這個觀念 有幾個人是聽過人說 魔鬼又攻擊我 有幾個人聽過 其實我聽過都不知道多少次 數目非常多 但聖經說的一件事 就是不是趕了邪靈解決 有些人就這樣說 你有憤怒的靈 跟你趕了憤怒的靈 你有淫亂的靈 跟你趕了淫亂的靈 那就沒有問題 其實這也是一個錯誤的看法 不知道在哪裏 就開始有憤怒的靈 趕走你就沒有憤怒 這真的是 聖經沒有說的 好了 這個附體的邪靈 仍然要順服神和處理生命 不是趕了邪靈就搞定了 不是趕了邪靈就全部解決了 因為聖經說到可以帶出更惡的鬼來的 趕了邪靈 所以不是趕邪靈就算了 趕邪靈是應該做的 不過要處理生命和和神密切的關係 由趕邪靈有作用 而且有些人覺得趕了地區邪靈 就會有很多人自己去教會 這也是 聖經也沒有說到這樣的情況 地區有些邪靈在 趕了之後 有些人自動入教會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這真的沒有聖經的根據 仍然要傳呼吸和建立教會 即是不是趕邪靈 地區邪靈自動會信耶穌 這件事聖經沒有說到的 第一點 我們就知道 耶穌是完全聖過魔鬼 是完全聖過 絕對聖過了 你和教徒說 耶穌是完全聖過魔鬼的 耶穌是完全聖過魔鬼的 我們一起讀 希伯拉書二章十四節 特要藉著死敗壞那 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藉著耶穌的死敗壞那 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耶穌是釘十字架 他就敗壞這個魔鬼 踐踏魔鬼 聖過魔鬼 所以魔鬼已經被踐踏 魔鬼是會攻擊人 當人聽耶穌說 不親近耶穌犯罪 是會攻擊魔鬼 魔鬼會攻擊 但是 當我們聽耶穌說 親近神的時候 有罪悔改 求主赦免 和親近神 是不需要怕魔鬼的 很多人很怕魔鬼 很害怕 隨時莫名其妙地 魔鬼就會攻擊 《阿羅西書》二章十五節 一起讀 《記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老來》 《明顯吸眾人汗》 《就像著十字架》 《跨食》 《尤以法索書》四章八節 《他聲上高一點的時候 腦略要囚敵》 《將各人的恩賜賞給人》 《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俘虜來》 《明顯吸眾人汗》 《就像著十字架》 《跨性》 上下文說到邪靈 《將這些邪靈是老俘虜了》 《以法索書》 《耶穌書》 《聲上高天的老略了囚敵》 《將各人的恩賜賞給人》 所以魔鬼是被困綁的 雖然魔鬼一樣會做事 但在神的許可之下才可以做事 所以我們聽神說 是不會被攻擊的 有些人是這麼說的 我也聽過有些人說的 你和人趕邪靈因著魔鬼攻擊你 耶穌吩咐趕邪靈的 做耶穌的吩咐又會去魔鬼攻擊 所以有些人會怕,不敢去做 我不會隨便來趕邪靈的 但耶穌說你要去 信的人 誰有神跡除弱 他們就奉我名闖鬼 所以放膽去做 不用怕 但有些人是很害怕的 我認識了一個人 他明白聖經說到信的人 誰有神跡除弱 他們就奉我名闖鬼 然後搜案病人,病人就變好了 那幾年後他見到我 他說我現在不敢跟人家按手 我說為什麼? 因為怕那些邪靈又會攻擊我 耶穌叫我們做不做 就怕魔鬼會透過按手來祝福 其實我們有親吟神 怎麼會魔鬼又會攻擊我們 有罪魔鬼就攻擊 但是有些人會將耶穌吩咐的就不做 然後耶穌沒有吩咐的就跟從我 就怕魔鬼的攻擊 所以耶穌吩咐的 我們就應該各個受訓練 我的目的是訓練更多人去侍奉神 去給神使用 不用怕魔鬼 不用怕的 我們靠著耶穌一定是得勝有餘的 馬太十二章二六節一起讀 如果我是靠鬼王 即是我是鬼王猜派來的 我來到就趕那些鬼 即是鬼王猜派我來就趕鬼 即是自己打 自己打仗 這樣的時候這個國 怎麼會暫立得住呢 但是我是趕鬼的時候 我是做神的工作 他說如果我是靠神的靈 就是神的國臨到我們身上 然後二十九節 人怎麼可以盡壯士的家 搶奪他的家具 除非你捆綁壯士才可以搶奪 即是說 耶穌能夠從魔鬼的手中 將人救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捆綁了魔鬼 所以才有這個權兵 所以我們深信 我們是有這個權兵 耶穌已經捆綁了魔鬼 只要我們聽耶穌說 親近耶穌 我們一點都不需要怕魔鬼的 有罪就需要知道 我們要處理的罪 不是只說 我趕那些邪靈 有些人就會這樣想 他心裡很多破口 趕那些邪靈就可以搞定 聖經不是這麼說 不是你趕那些邪靈搞定 是你跟神的關係才是最重要 跟神的關係和處理生命 這才是最重要 希望大家今次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如果你不記得 今天Facebook之下有個直播 遲些在YouTube 過了兩三個星期左右 你都會看到 放上去的 有些人對於這方面不接受 你可以傳給他看 看看聖經的說法 因為我們是跟聖經的 不是人的傳說 這種傳說 都挺廣闊的 我接觸過很多人 都跟我這樣說 而且有些人又怕 不一樣是按手 因為怕 一會兒傳遞給他 而且耶穌給我們權兵 路加福音十章十九節 我已經給你們權兵 有經文就一起讀 可以踐踏蛇和蝶子 有聖國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會有什麽能害你們 這裡說到聖國仇敵多少能力 一切所有的能力 有沒有東西可以害你 斷會有什麽能害你們 聖經說是沒有東西能夠害我們 你說有些人真的會害我們 但是神一定會保守 會保護和祝福 有時人會罵我們 有時會搶走我們的錢 有時會有的 有些經徒家庭裡的紛爭 可能會獲得錢 但是神會給我們 我們相信 先求神的國和義的一切 加回給我們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怕 別人會搶走神給我們的福氣 我靠耶穌一定站穩 一定神會祝福 只要我們聽耶穌說 不要有破口 有破口呢 譬如跟人吵架 有破口 發脾氣有破口 破口的時候就可以搶奪了 但是如果一有 立即求神赦免 以及以後都處理生命了 所以這個經文很清楚 斷會有什麽能害你們的 你跟教練說 斷會有什麽能害你 斷會有什麽能害你 你跟從耶穌就行了 加上這個 你跟從耶穌 如果不跟從耶穌 一樣會害的 跟從耶穌就不會害了 好了 接著我就說 有什麽東西可以給他留地 罪和負面情緒 負面思想 還有所有負面的東西 負面生命的方式 晚上好夜都不睡覺 整天在看電影 在那邊上網 滾來滾去 就是看下什麼看 整天一半天生日 還在那邊傳 WhatsApp 這些呢 就被魔鬼留地步 為什麽呢 因為人正常睡覺 那些時間浪費 這些都是被魔鬼留地步 心靈空虛 這些都是被魔鬼留地步 那你有沒有睡不著 聖靈充滿你 整天放鬆的人 享受神 那我有個祈禱的錄音 你想要的話 我可以傳給你 那這個祈禱的錄音 你跟著它 聽著它 你一直放鬆的人 一直以為耶穌 你很容易睡覺 而且你自己做慣了 你自己可以做 有耶穌的同在 他會幫你 可以 睡覺也睡得好 那怎樣被魔鬼留地步呢 這裏我們講到了 約翰五章十四節一起讀 你已經全意料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有一個人患了三十八年病患 然後耶穌醫後 醫後之後 這句話希望大家記實 約翰五章十四節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厲害 即是說 如果他犯罪就會怎樣 可能病得更加厲害 可能有邪靈的攻擊 可能他會失去很多東西 犯罪有很多東西失去 第一是被魔鬼攻擊 第二是被人有破口攻擊 人家會抵毀他 這樣的時候 就會將他的生命破壞 拆毀 當魔鬼來到拆毀的時候 有時是很難回頭的 我知道有些牧師傳道 他們犯了罪之後 他真的無法回頭 就算他真心悔悔 也無法回頭 因為很多人對他沒有信任 那時候就給了魔鬼攻擊 所以他記實 我們什麼罪都是給魔鬼攻擊 人家會說 很難的 怎樣處理 很難的 其實重點是一樣的 很重要的 有些廣道是說處理罪的 你上網找罪 然後以牧師 因為我的名字又不同 說到聖過罪 處理罪 你不知是甚麼 就這樣罪 業牧師就會顯出 有些影片說到罪 以及如何得性 其實方法很簡單 第一就是珍惜自己 神這麼愛我 我的生命很寶貴 如果犯罪一定有破壞性 一定會被魔鬼留地 我們珍惜我的生命 我們聽耶穌說 神一定祝福 那聖過罪的方法是甚麼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有罪的意念 不要給藉口 他罵我 不是藉口我罵他 他說的閒話 不是我的藉口 說的閒話 有些甚麼不好的東西 有些甚麼便宜要貪的 在心裏不可以有藉口 別人送給你 都不要貪 那樣東西是不合理的 是不對的 譬如你去餐廳 譬如你泊車 200元就泊一個小時 300元泊兩個小時 你跟那個人說 我泊車的 他給了300元的收據 但其實你只是200元 你可以說我不要 因為這是給魔鬼留地 因為貪心的時候 就給魔鬼留地 就是說一心裏知道罪 想罪是甚麼 好像癌症一樣 你會說有一個人有瓶 他說你喝了一定有癌症 你會喝嗎 不會的 因為你知道那個人有癌症 不行 就是我們一定 所有負面的 或者是負面情緒 負面思想 有些人又覺得經常很煩 這個又是另一個大題目 就是情緒 很煩 都挺難勝過的 是不容易的 你找情緒 要用才有教導 基本上是怎樣呢 垃圾不要吃 垃圾不要想 人們說一些不好的事 不要想 立刻想回神的恩典和愛 神在愛我 神在幫我 人家說甚麼 他拿不走你的 他罵完你 他不代表我會死的 這樣就處理情緒了 這件事是需要時間的 這個大題目 我不在這裏說了 這些犯罪是會被魔鬼留地 是會 後果是很嚴重的 有些基督徒 我見過他 經常做工是做不久的 又沒有朋友的 很絕境的 就是要拔著周圍的基督徒 希望有些愛心幫幫他 他又會貪便宜的 希望可以有人請他吃飯 我認識有些基督徒 他每樣都沒有 好像甚麼都沒有 那這些怎麼來呢 就是因為他 其實 通常這些人有個特色 就是他說話 我常常說一些人對他甚麼壞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甚麼人 他經常數別人的不好 他的心臟都裝滿垃圾 他就會整個生命破壞了 因為見到別人就說這些不好 人都不喜歡他就沒有朋友 做工又做得不好 就變成甚麼工都被人炒了 那他的生命真是很破壞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趁仍然可以的時候 我們珍惜保守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很寶貴 可以做很多好事 可以祝福很多人 其實我感謝神給我去宣教 我看回我曾經幫 我剛剛傳過一些照片給 有些人支持我們事工的 我們幫肯亞開聖經學院 幫肯亞買了電單 來賺錢支持傳統人的宣教 幫坦索尼亞給兒童主學的地方 又幫坦索尼亞又開了聖經學院 又幫利比利亞買一塊田可以賺錢 幫那些窮人 又幫利比亞買了幾個電單車 又是來賺錢支持貧窮和宣教 我都感謝神 神會使用我們 在一個很小的機構 就是復興宣教事工 現在我們和歡欣還合併 但是我歡欣 復興宣教事工所有的奉獻 就是用在宣教 用在幫助這些人 我本身沒有壽生 我都感謝神 真的讓我們一路祝福這些人 如果你聽神的話 你的生命就會提升 如果不聽神的話 你就一路破爛破壞 根本你做不到任何的事 但是神可以使用我們 一步一步去提升 《義分所書》四經二十六節 二十六節開始說到 如何給魔鬼留地墓 我一起讀一讀 身氣卻不要犯罪 不可行路到日落 也不可吸魔鬼留地墓 從前偷試的不要再偷 總要努力親手做正經事 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我們看上下文說到 不要給魔鬼留地墓 是什麼東西給魔鬼留地墓 就是不要犯罪 不要含路到日落 然後偷竊的不要再偷了 上下文說的就是 這些東西就是給魔鬼留地墓 你偷東西 有時貪便宜 就是不應該有的東西 我們不應該貪 貪的時候 就已經是給魔鬼留地墓 親手做正的時候 有時候可以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比魔鬼留地墓就像那個門一樣 他就伸一腳進來 他伸一腳進來 他開始一直霸佔你的生命 當一個人說一個謊話 接著他又要說第二個謊話 他要掩飾第一個謊話 然後一直說謊話的時候 他都忘記了什麼時候說謊話 還有這個心就是代表裡面很多罪 有什麼罪呢 煩惱是罪 憤怒 看小人 貪錢 說不好的說話 自我 說閒話 懶惰 或者淫念 這些全部都是給魔鬼留地墓 我們就是神來幫助 我們跟神有密切的關係 而魔鬼來做什麼呢 約翰十章十節 道賊來無非要偷竊 殺害偉懷 我來了是老叫羊 得生命免得得禁風盛 魔鬼就是來偷的 他會把你全部的拿走 容許他一步 他就一直進下去 所以大家如果你發覺 譬如有些人真的控制不了 他就晚上晚上看電影 晚上上網 看很多不應該看的東西 或者看色情的片 就算有些基督徒都會看的 他覺得不要緊 我求耶穌射臉就行了 覺得不要緊 但是這些 魔鬼進入 人的思想就污衛了 心就沒有平靜 又沒有喜樂 又沒有力量 神又不起源 神不起源時 祝福不來到他身上 而魔鬼就會趁機攻擊 所以如果中間有人 你是看色情的 總之你想任何事情 在平日的生活都是煩惱的 這些是給魔鬼留地墓 神幫助我們 不要讓他進來偷 他偷他會殺 他會毀壞 他會毀壞 將你甚麼都毀壞 假設如果我犯了一些罪 可以毀壞我所有的事 全部毀壞 我當然是不想 因為我想珍惜我所做 所以我會小心保護自己 有時你保護自己 人家會攻擊 即是不讓魔鬼留地墓 不讓人減少攻擊的機會 有時有些人做的事 可能被人容易有機會攻擊 魔鬼會偷什麼呢 偷淑玲的生命 偷走你的喜樂 美好的前路 有些基督徒覺得 我做甚麼都做不到 但其實神有個計劃 祂會幫你大大的發揮 你真相愛國 祂會幫你大大的發揮 即是給我們一條美好的路 另一條路 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魔鬼就會破壞 魔鬼就會把我們的路破壞 我們當中的人 你信不信神 有個很好的計劃給你呢 你真的信不信 很多人說我不行了 我這麼多煩惱 我不行了 我太多問題 我不行了 我不會為耶穌做到甚麼 這句就是謊話 其實神在每個人的生命中 都有奇妙計劃 每個人都可以給神用 只要我們聽耶穌說 生命就會提升 一步一步提升 我以前做牧師 我沒有想過 可以這樣訓練牧師 到處去 因為我現在在非洲 訓練了一個傳導一個牧師 他可以將我的教導傳開 而這些電單車 就是幫他們有經濟傳開宣教 這就是去複製我自己 複製更多人 我香港也能夠興起更多人 你也可以的 不是每個人做傳導 但每個人都可以作美好見證 你也會偷偷友誼 有些人一輩子都沒有朋友 全部都是經常說煩惱的 別人當然不喜歡要他做朋友 只是別人幫他 不是他的朋友 朋友是甚麼呢 那個人有問題 他會喜歡找你 他會看重你的 你有朋友 你有困難 他也會幫助你 這些是朋友 我們需要珍惜的 有些人不是的 朋友隨意失去 失去後 不是很容易有的 有一個朋友我們要珍惜 任何人對我們好 我們都要珍惜 美滿的婚姻家庭 都是魔鬼想破壞的 未信耶穌的時候 人在魔鬼控制之下 這個經文希望大家記實 以忽所書二章二節 一起讀一下 但時你們在其中行事 隨從今世的風俗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破壞之子 心中混合的邪靈 從前你們行事為人 是隨從今世的風俗 和信服空中掌權的首領 就是在破壞之子 心中混合的邪靈 以前你們就是在邪靈的影響 而現在那些不信的人 心中也都混合的 即是說原來世人 好像正常 其實他們是被魔鬼控制 他們不一定是負體 但他們是被魔鬼影響 以致他只是貪愛世界 他不看重神 不看重救恩 只是看重今生的東西 他是被魔鬼控制 好了 我們未信耶穌的時候 是被魔鬼控制 我們信耶穌是否立即 除了所有的憤怒 煩惱 不開心 猛争吵 那些負面思想 是否全部拿走呢 是否完全改變了 不改變了 那些就是被魔鬼留地步 他就算不容易走 一定我們 日日親近神 和處理生命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 將魔鬼完全排出在我們裏面 沒有任何影響 這是需要建立和神密切的關係 才能夠將魔鬼的工作拿走 很簡單 大家有沒有聽過基督徒 跟基督徒說其他基督徒的閒話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基督徒吵架 執事會吵架 有沒有聽過這些事 這些是神的工作 還是魔鬼的工作 是魔鬼的工作 這些就是被魔鬼留地步 明明是 所以耶穌幾十年 還侍奉神 為何會吵架呢 就是他沒有去處理生命 他不知道原來他吵架 是被魔鬼留地步 所以我希望大家記實 我任何事情 你回家對你的家人 你的太太、丈夫 或者你的子女 或者你的父母 是不是都是柔和謙卑呢 因為你內中又會來胡吵吵 激氣 猛争說一些不好的事情 這些是不是從神而來的 不是的 這些也是被魔鬼留地步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是針對這些 不是就是魔鬼無怨無故攻擊 魔鬼攻擊就是透過這些 我們分清它的來源 然後我們處理那些問題 好了 這裡不信的人有邪靈運行 遠有基督徒 有多少被耶穌作王 多少被耶穌作王 其他被魔鬼作王 譬如有些基督徒 回到教堂就被耶穌作王 回家就被圍在那裡 玩一下 經常都是玩 經常都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經常都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有些基督徒他還這樣 是喜歡摘人的 那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說一些正面書 正面書就不是很假 他說欣賞人是假的 我問為什麼會假呢 即是我們基督徒應該看到 人是想祝福的 他說很假 因為他習慣了世界的方式 他不知道 信耶穌之後 我們應該說笑 是令人歡喜 被造就 被建立的 他仍然這樣的時候 他就一直被魔鬼留地霧 你有聽過基督徒是喜歡疾人的嗎 別人說什麼 就疾他 你這麼笨 你傻子 總之 總之什麼都是疾人 就叫古字製造 他就當是幽默 他就說笑而已 那麼醜樣 人家怎麼聽到 好笑呀 我很醜樣 會不會笑 好笑呀 他說我醜樣 我真的好笑 別人聽到 別人說好笑 別人聽到 你是踩我 為什麼好笑 你覺得好笑 說的人覺得好笑 是他很醜樣 你看他真的很醜 他又好笑 因為他是超人 但那個人一點都不好笑 這些就是原來 軟弱基督徒是可以讓魔鬼留地霧 而不知道 所以我們針對付魔鬼 是看看我們生命裡面有什麼地方 以及我們跟神的關係有什麼地方 這個經文就說到 怎麼說邪靈呢 他會帶出一隻來的 如果你沒有處理生命 路加十一章二十四節 污鬼靈了人生 就在無水之地 過為無去 尋求安劫之處 既尋不著便說 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污 既尋便去令大約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爛 都盡去住在那裡 那日末後的境況 比先慈更不好 比之前更慘 所以不只是趕邪靈 一定需要處理生命 一定要跟神建的關係 和處理生命 如果你未曾認識這些 你可以告訴我們的傳導人 和你可以告訴我 他幫助你如何處理生命 所以單是趕邪靈 不處理生命的時候 並不會解決問題 即是說只是趕邪靈 然後一樣是發怒 一樣是貪愛世界 有些人是這樣的 一看到什麼報道家 報道家來 替我趕邪靈 我有很多邪靈 搞惹我 他想著趕完就離開 即是就可以了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些人跟你說 經常都說 替我趕邪靈 有恩高的報道家來 快點叫他替我趕邪靈 其實我們處理生命和神密切關係 處理生命的時候 你趕也趕得走 在聖靈的聚會也會趕得走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邪靈在哪裡入 就不是只是趕了就可以了 魔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破壞 它不只是一個方法 罪、被人影響、被人罵你煩惱 都是被魔鬼留地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又沒有力 每天都不開心 那時候跟神又沒有心機 看中人的說話 那時候被魔鬼留地 或者情緒 或者向世界讓步 這些全部都是被魔鬼留地 那怎樣聖魔魔鬼呢 《已婚所詮》律章13節 就是講到這個全副軍裝 但好多人說這個全副軍裝 在講的時候 他立刻想到是什麼呢 我們要奉耶穌明趕走教堂的邪靈 這個大角咀的邪靈 香港的邪靈 就以為是這樣 但你看到聖經說 什麼是怎樣跟魔鬼打仗 有很多人以為 打仗是怎樣趕走邪靈 就叫做打仗 我們一起讀一下 所以要拿起神所知的全副軍裝 好在過難的日子抵擋受敵 並且成就得一切還能 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穩了 例如用真理當作帶子粗腰 用公義當作護身腳借空 又用平安的福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 穿在腳上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的一切的火箭 並戴上究竟的頭盔 拿著聖靈的寶劍 就是神的道 靠著聖靈隨時當方討告祈求 並要在此警聖不決 為眾聖徒祈求 很多人看經文 看完又不看到他在說什麼 沒有留心去看 你看這個經文如何打這個仗 他很明顯說到 他拿起神所知的全副軍裝 在這個磨爛的日子 有這麼多罪惡的日子 留下抵擋仇力之後 你成就一切還可以站得住 然後他說的軍裝 就是用真理 神的真理 全部的真理 就是神愛世人 神關心我們 神幫助我們 神祝福我們 神賜給我們能力 這些全部是真理 就不是歪理 就算隨時可以攻擊 這個是歪理 聖靈是沒有說的 犯罪被魔鬼攻擊 聖靈是有說的 但是你全副有趕邪靈 就有魔鬼攻擊 是聖靈沒有說的 因為這個會 令到人不想去趕邪靈 以及令到人不想去宣教 有些人是這麼說的 你因著你去宣教 因為魔鬼攻擊你 邪靈會尖掩你 怎麼會走神的路 就會尖掩呢 你聽神的話 你處理生命的時候 是不會尖掩的 所以第一樣就是真理 還有有些人 可能你聽過 村君莊 好 一起讀 真理 公義 平安 福音 讀就讀完了 穿了君莊 我想問大家 是否讀完 我有真理 當作弟弟叔要 那我就有真理 是不是 不是讀完就可以了 有些人就是這樣 他會讀 但讀的時候又不可以想 又不是想著聖靈說甚麼 這個君莊不是你讀完就要穿了君莊 是你天天都是行神的路 有些人總是喜歡讀的 我自己就覺得是行的 不是你要讀 你讀也可以 不過不是靠讀就可以穿了君莊 真理就是聖經說甚麼 我們要跟從甚麼 然後公義 公義聖經有說兩種公義 righteousness 一個就是神的公義 在耶穌基督裡加給我們 另一個就是我們所行的意 基督徒所行的意 即是說耶穌的意就是害我 然後我就遵從神 這就是基督徒所行的意 我有耶穌赦免我 並且將祂的意加在我身上 然後我遵從神 這就是公義 然後用平安呼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 穿在腳上 即是隨時隨地都向全呼音 這就是打魔鬼 這就是把人從魔鬼救出來 從魔鬼的手中救出來 這就是打魔鬼 不是單是宣佈 那些人得聖 那些人信耶穌 除了宣佈 聖經其實是 即是 寶羅沒有說 我宣佈 以不所有的信徒 相信耶穌 所有的人都相信耶穌 你看聖經也沒有說這些 他就去全福音 去建立人的靈命 建立教會 當然他是有很多的討告 但他不是只能宣告 那是成就的 一定是要去做的 然後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 惡者的火箭 這就是保護 魔鬼是甚麼火箭 有人罵你 有人排斥你 有人說負面的說話 很多人就立即打倒了 信心怎麽都可以擋住 耶穌保護我 耶穌祝福我 好像藥室有個好例子 大家記住藥室 在創世紀 他被他這個歌出賣 他依然有神與他同在 他就白事順利去到主人那裏 然後 怎麽知道被那個主婦 出賣了 出賣了就抓去坐牢 但是神又保護他 結果後來就襲了皇宮 做了宰相 這些就是神的奇緣 他有信心 怎麽有信心呢 被那些歌出賣完 他讓他親近神 這就是信心 他又相信神會祝福他 於是他就站穩了 信心就是 別人說我不要緊 神會保守我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不用介意的 這是需要處理的 其實人人都有試過被人說過 接著很傷心 人人都有試過 不過有很多人會傷心很久 很煩很煩很不開心 直到忘記了為止 這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因為要等到忘記了 這要等很久 是我們盡快相信耶穌愛 耶穌祝福我 我有信心 祂說的東西 不會破壞到神的計劃 我一定相信神愛我 這就是 所以這個保護 就是信心為最主要的保護 不是只能說 奉耶穌明那些邪靈離開了 他就邪靈離開了 不會的 那些人一直犯罪 奉耶穌明那些邪靈走 那些邪靈還一直跟著他 不只是你說的 是一定的生命 但是呢 我們趕邪靈的時候 一定要趕邪靈 就是人生上的邪靈 一定是趕的 但是呢 要處理生命 如果不處理生命 他趕不走 他處理生命 跟神的關係好了 那他就可以趕了 但是 當這個人不聽話的時候 他一定是 跟神的關係好 他才能夠保護他自己 不是說奉耶穌明 趕走那些邪靈 那些邪靈就走的 滅盡惡者 多少火箭 一切的火箭 一切的攻擊 以及有救恩的頭盔 神的救恩就是我們的保護 他拯救我們 以及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毒 所以要熟悉神的話語 記得神的話語 以及不只記得 是應用神的話語 走出來 然後最後一樣 就是隨時當方的吐共 這些就是 我們打數靈的爭戰 打數靈的爭戰 就是有什麼呢 我們一起讀那些 挖住那些 真理 公義 平安的福音 信德 滅盡惡者一切的火箭 救恩的頭盔 神的道 多方討告 這些就是打數靈的爭戰 這是聖經所說的 我們看看 斯坦人傳 摩他沒有方法來攻擊保留 有啊 又捉了他 那他在牢牧裡面 是不是一路奉耶穌明 趕走這個肥靈 給了一些邪靈 趕走他 他是否這樣做 他不是啊 他在讚美神 因為他相信神是德性的 我們發覺他經常被人攻擊 他到很多地方被人攻擊 又趕了出去 離開了 但是他沒有這種的祈禱 就是趕走這個地區的邪靈 就搞定了 而他就去親近神 所以我們看到 聖經所說的方式 德性是講到 同神的關係 和處理生命的 但是今天 那天就轉移了去 什麼都在魔鬼身上 所以就像推卸贊人 就贊在魔鬼身上 我趕走就搞定 這就是困難 這就是困難 以為趕走就搞定 在教堂 大家一起宣布 奉耶穌明 魔鬼 離開了我們的生命 離開了教堂 離開了你的家 那魔鬼就走了 是不是這樣呢 回家又吵架 回家又看不好的電影 一樣被魔鬼留地霧 所以我們知道 一定是我們的生命 堵住魔口 但是有人有邪靈的時候 是需要趕走的 但首先都是 建立與神的關係 和處理生命的 也正經有其他經文 說到可以趕走邪靈 《雅國書》4章7節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 無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這個講點的方法 很簡單 後來 信服神 神說你做甚麼 你就做甚麼 然後抵擋魔鬼 所有魔鬼的方法抵擋他 他就會離開你逃跑了 很簡單的 聖經講的就是很簡單的 《雅頑一書》5章18節 《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 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勒惡者也就無法害他》 這裡找到魔鬼沒法害他 怎麼沒法害他呢 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 這個講到神的重生生命是會叫人犯罪的 不過人也同時有他的罪性情 所以令到他犯罪 但如果他一直是依靠神 有神從生的生命 跟從神的感動 他是可以勝過罪惡的 從神生生命是會保守他自己 保守之後 那惡者就會怎樣 就會經常會害他 聖經說甚麼 無法害他 所以一個人保守他自己 他聽神的話 魔鬼又怎樣 無法害他 所以大家記實這句話 魔鬼無法害他 因為耶穌說到 聖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不有什麽能害你們 聖經是很清楚說的 是否清楚 但很多人就說 你去宣教恩主 邪靈又會遮掩你 你去同人說邪靈又會遮掩你 為何會變成這樣 做耶穌吩咐的人就會沾染 這其實是一種錯誤的教導 以至人們就不敢去做 我們有什麽動力 即是我們處理生命 很簡單的動力 希望大家記得 很簡單的 一起讀一下 神極愛我 珍惜自己 犯罪必破壞 遵從必無福 很簡單 為何我們要跟從神 神很愛我 我生命很寶貴 我們個個生命都很寶貴 但很多人的腦袋已經進入了大部分的思想 很多基督徒都是這樣 我不行了 我做不了了 你做了 我不行了 我只是坐在那裡 有些基督徒是這樣想的 他以為 他就明哲保身 其實他這個觀念是哪裏來的 是魔鬼來的 魔鬼就是想搶奪他的生命 本來可以給神用的 魔鬼就告訴他 你沒用的 你做不到 白做 你不用了 你坐得了 不要再做了 就算你坐得下 也不要回教堂了 就是魔鬼會一直碎你的 一直有方法碎你的 但我們知道 我們很寶貴 個個都很重要的 你跟教練說 你是非常重要的 神在你心裏有奇妙計劃 你相信上次跟教練說 神在你心裏有奇妙計劃 你可以給神大大使用 神愛的 你心裏有奇妙計劃 當我們珍惜自己 就不會糟蹋自己 是不是 我們珍惜自己 就不會自己將自己 有些人這樣 我都很難明白 要戒刀戒自己 因为他的伤痛太大,戒痛自己,那些痛比心痛更少 其实有方法,他就不珍惜自己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为了生命非常宝贵 然后犯罪一定破坏,遵从一定蒙福 是不是很简单? 你想蒙福? 你想蒙福就跟从神的路,神就祝福你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有毛路交,快点和我祝福,祝福,祝福 不过不听话还是没用的 在网上很多人跟我说 牧师麻烦你祈祷,让我的家庭有很多问题 你祈祷吧,我武功,你快祈祷有份工作 我说最重要的是祈祷的是你 你自己和神的关系 不只是牧师和你祈祷,你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把责任推到人身上 而这一点很重要 处理生命不是很难的 一起读一下 若有罪,深信罪的破坏性 然后下面那里 求主赦免和帮助,真心处理,必会进步 然后跟着 如果有负面情绪,深信情绪的破坏性 那又是求主赦免和帮助,要处理 第二,要被人影响,深信他的破坏性 求主赦免和帮助,真心处理,必会进步 主就起我祝福 其实这样 有罪,我们深信他的破坏性 例如你骂人,你准备骂人 很简单的 有些人说我骂人,禁制不了 那你骂平辈当然禁制不了 如果站在你面前,我是你老板 你立刻停到 你立刻停到 是不是停到 如果那个人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你会可以禁制得到 即是说我们是有能力可以做得到的 只要你珍惜和祈祷求神 给你良力就做得到的 知道罪的破坏性 想起一些不好的东西 有些人经常都很担心 那又怎样呢 那这样的处理是需要时间的 那又怎样呢 每天灌较多些恩典 尽量由早到晚 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烦恼 你其实 不断地想烦恼 一定更加烦恼 那又怎样呢 不断地想回神 一可以 不断地去唱诗歌 听诗歌 或者你上班都 不可以这样听诗歌 你就一直心 耶稣在帮着我 多谢耶稣 即是可以说 耶稣在帮着我 耶稣在爱着我 我多谢耶稣 尽量的心 灌输多些神的恩典 如果你在家里 有一个方法 我发觉是很有帮助 其实因为我自己都去处理 所以为什么我会 讲一些实际的方法 我发觉亨歌很有用 你真心专心亨歌 主 我跟靠你 或者唱一首都会懂 主 耶稣爱我 你试试跟着唱 主 耶稣爱我 主 耶稣爱我 有四年告诉我 有没有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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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的时候 如果你有想过烦恼 好像没有想过 会不会 有没有发觉 有一个东西 耶稣说的 有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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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一个 你不会两个一起 都爱 所以你的心 一路赞给神 你就会忘记了烦恼 中文 中文也有句说 一心不能以用 你一路赞给神 有些人是会 你专心的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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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诗歌 因为诗歌打入人 心比较容易 你可以播些诗歌 跟着他唱 那一路唱的时候 你又发觉 唱那一阵 你会少想问题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譬如有些人 他说 我现在整天都想问题 我不断想 那怎样呢 你可以的时候 整天都这样做 做到你的心 已经开始 你不需要唱诗歌 都可以正面 起码会减少 有减少的 有进步的 我都鼓励人 你进步1% 你就感谢神 因为你100日就100% 你每天都这样进步 就继续进步 所以方法就是 尽量将好的东西充满个心 那些不好的东西放手 那就会越来越正面 其实很简单 大家试试回去做 尽量由早到晚 耶稣在爱我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或者在那里坑哥 那你上班不行 你就在想着 耶稣在爱我 耶稣在爱我 耶稣在宽领我 现在做功 这就是天父 哈利路亚 这样的时候 就处理这些罪了 或者是负面情绪 正面神在爱我 所以我可以开心 可能未立即做到开心 但起码好些少 对不对 我可以感谢神 其实神给了我很多东西 还有多数多好的东西 我回去教会 有人真的帮我的 我回去教会 真的得力 一直记住这些 神在帮我的 神在帮我的 所以我可以开心 那心就会多些开心 你也可以自己笑一下 神给人有个礼物 就是笑 你在海的时候 没有人的时候 哈哈哈哈 一想着天堂 一想着耶稣的好 哈哈哈哈 大家试试 现在做一下 一想着天堂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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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讨告 你从心底处 你会自己也有喜乐 你有没有发觉 开笑的时候 是很难想 那些不好的东西 笑的时候 是很难同事烦恼的 你试试这样做 是不能的 你真心笑的时候 你不会同事烦恼的 还有呢 如果被人影响 那些人没有权兵的 那你就处理生命 这样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胜 这里我说 就是处理生命 不是那么难的 但是很难很难 其实这幅图 是不是很简单 你知道的问题 知道它破坏性 祈祷求主赦免 还有亲近神 一路亲近神 就日日得力了 亲近神是很重要的 亲近神有些秘诀 放松的人 有那么松也有那么松 上个星期日下午 我们这里呢 又有事奉操练课程 除了第一个星期 我们每个星期都有的 明天呢 就是有传呼叹的 你们每个都欢迎来 然后下个星期 又有事奉操练课程 上个星期有奇迹发生 我们祈祷的时候 操练亲近神 一会我们都会做的 有一个人 从未试过充满喜乐 哇 他喜乐 永留不适 另外有一个 他就试过喜乐两次 但是昨天就很大 不是昨天 是上个星期 就喜乐很大 我都鼓励他们回去保持 每一个都尽量保持 就是说 每天都想着耶稣的美好的地方 你都愈来愈多喜乐 如果一旦有喜乐 尽量保持 那怎么方式容易有呢 祈祷尽量放松 放松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那些压力就会减少 你试一下 你现在放松 放松 是不是压力好像少了那样 因为你放松 不能同时紧张 你放松 不是同时紧张 你还有一些紧 你可以吹 想着耶稣 把重担吹出来放松 有这么松 放松 也有很多种放松 普通 你坐在那里会放松 但是再放松 你再放松 你再放松 发觉人好像有种舒服感 流过 你留意一下 放松 有种舒服感 流过 而且一直爱着神 这样的情况 祈祷是更加容易起来 更加容易成年充满的 好 是不是觉得舒服 你就经常 当你不开心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放松 你站在那里赞美神 多谢天父放松 哈利路人 那些人就开心很多了 其实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烦恼是我们的敌人 忧伤的灵 屎骨 枯干 OK 好了 如果有时事有困难 有些人会问 我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问题 魔鬼经常攻击我 我经常攻击我 其实到底他本身有没有责任 我们要想一下我们有没有责任 好了 这里讲到 如何处理各人的困难 第一就是多亲近神 经历神的同在 相信神在祝福自己 这是从神得力 第二 有困难不代表神不爱我 神是在爱我 还有处理生命中所有的问题 整天亲近神遵从神 深信神一定祝福 而且也要照顾身体 有时身体需要做检查 有些人有很多问题 有些人有很多问题 胆固醇高到不得了 时常都不照顾身体 又不做运动 经常都在抑郁抑郁 不开心 这样的时候 他自然有很多人抱 我们照顾身体 亦都照顾情绪和人际关系 意思就是各方面的处理 一方面跟神的关系 另一方面就是各方面都处理 有些什么问题 我们都处理 例如有些人会骂我们 我们尽量对他柔和 他会骂少些 有些人会改不了 起码骂少些 是否会好些 你对他好些 你倒杯茶给他 对不起 对不起我做错了 你原谅我 我尽量做好 他起码骂少些 不要这么骂 总之用任何方法 将那些问题 尽量化解 尽量祝福 不要计量他如何 尽量有问题 就需要处理 那人就不让魔鬼留地步 因为如果每天都被家人骂 而有受罗 就会让魔鬼留地步 而圣经 我们已经有权命 性过仇敌 断过有什么能害我可门 所以我们就靠着耶稣 而我们得性 就不仅是我们得性 我们要救人灵魂 更加得性 因为圣经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有些人经常说 我很多低沉抑郁 疾病 苦恼 整身都是 你快点为我祈祷 过来 你快点为我祈祷 整天都是他的问题 他发现很难搞 但我们反而要祝福人 故意忘记他的问题 放松一点 他人会好 其实 不需要整天藏一些问题 你救了一个灵魂神 就喜悦 你神就祝福你 所以我们尽量去帮助人 还有建立人的灵魂 那你说我灵魂都不行 那你可以跟他分享 我也是不行 不过亲近神就好了 我们一起亲近神 那就是进步的 不用一定要最完美 最好就是一直完美 未到完美不要紧 你说我也是在进步 我也是在学 不过我现在的神真的好了 那时候已经在得性 那你想要成为基督的精兵 因为整天被人打仗 整天被人打败 整天被人打败 整天都说 哎呀我今天魔鬼又打我了 那些人整天都会 他整天都留意 看到什么 哎呀 撞到头 哎呀魔鬼今天又攻击我了 那时候我试过有一次 有个人一起去宣教 他说呢 嗯 他自己说 有一次我走过 刚刚有个牌子撞到头 对了 对了 我呢 领寿呢 是来到这里 会有攻击 是真的吗 你脚撞到 我真的觉得 哎呀 撞到又不是很重要 有什么所谓 撞到又没事的 就是他什么都要逮捕 他说我是觉得是会有攻击的 那来到撞到 真的应验了 那他就加强他的信念 就是呢 你去宣教 魔鬼又会攻击你的 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 心里面想 魔鬼已经被浅淡 我们已经得胜 只要我们听耶稣说 并因为我们不只是 处理自己的耐心 我们帮助人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在那里提升 而我们的圣灵充满 每天都圣灵充满 我希望大家尽量抽时间 去亲近神 专心的时间 放松的人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你一直这样做 你站在那里 一路赞美神 你已经会进步了 而你经常乘搭车 都经常感谢神 尽量放松 人们从早上到晚上都放松 做事都是轻松松的 人们就没有那么大压力 人们就会一直提升 有机会祝福人 神就喜悦你 神就帮助你 你就成为基督的征兵 在这一刻 我们大家思想一下 我们自己反省一下 我们心里面有什么破口 有些基督徒是这样的 经常都说 哎呀 都是很难的 我们 你说完牧师 你说完是 理论上是 不过我也是觉得很难的 有些基督徒 经常都觉得 心里面有个字就是难 有些基督徒就说 我是可以一路得性 一路得性的 到底你的心里 是否一路整路 都有个难字 因为你说我是可以得性的 那我们的难点在那里来 在哪里来呢 这一阵我未祈祷 之前我会和大家祈祷 给大家问个问题 譬如你说 哎呀我这件事真的很难 你 牧师你是说得 是很容易 所以我就很难 我想说 我不是容易的 譬如我小时候 因为家里闹 我就有很多事 有什么 我就 因为家里人的闹 变了里面有一种惧怕 所以我处理我的惧怕 处理了一段长的时间 我自己无缘无故害怕 但我一直说 怕什么呢 为什么怕呢 不需要害怕 后来的牧师 有些人的要求和批评 令到我有一种惧怕 自己里面有惧怕 我就说 所求于管家事 要他有忠心 我忠心 神起愿我 神起愿我 我不用怕 神起愿我不用怕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耶稣一起愿我 多谢天父 天父 天天天祈祷 有些不怕的感觉 立刻处理 我发觉 感觉入了心 是不容易处理的 我自己经历过的 还有潜意识的感觉 是难处理的 心里面 觉得有些人不喜欢自己 是很难改变的 是需要一路宣告一路宣告 还有 真的和人改善关系 他都对我好些了 即是任何的 心里面潜伏了的意念 是不容易清除的 思想可以清除 首先思想改正 但内心的感觉 不是一下子走到的 内心的感觉 是需要时间的 这个时间 需要每天去宣告 相信神的爱 享受神 我今天又开心点了 即是神帮着我 神在祝福我 是神喜悦的 这就是正面的思想 正面的思想 正面的情绪 就会取代内面的负面思想 和情绪 负面的情绪 是比较难处理的 负面思想快一点 因为思想可以改变快一点 你现在可以改变思想 不过你可能回家又再来过 但你思想 始终你将它改变 你始终不会很久 你就会改变到你的思想 但是情绪 如果你习惯 起床就不开心 你是会容易 那些不开心又出回来的 这个需要用长一点的时间 但是你说 我今天有进步 即是会继续进步 即是会好回 这样和自己说 我真是可以得胜 我以前 我发梦试过最严重是如何 我试过 那时在圣经大学 我打穿了一份墙 我发梦 那些墙不是这些墙 我发梦就是起了一份墙 我发现自己站在墙里面 就变得黑 很害怕 那些墙 因为在外国 是打穿了 打穿了个洞 旁边的同学 还走过来问我 我发梦 后来要赔钱给学校 即是我会发梦 发到这样的梦 古灵精怪的梦 像那些很害怕的电影 我发过梦 上去有很多一口钉 那些电影 有一口钉 这样降下来 我就看着 这个钉和这个钉 有个坏 我停在这里 谁知道梦又变了 变了钉 会刺下来 这样令到惊醒 即是我会发梦 我想说不是我 是生出来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成长过程 有很多这些东西 但我现在可以没有这些梦 所以这个 是神可以大大祝福你的 譬如昨晚 我已经67岁 但我昨晚可以睡 九个小时都可以 即是 没什么人可以这样的 即是 神可以让我这么平静 安稳 我和很多人祈祷 他们都睡得好 即是神可以让我们轻松 给了一张喜乐的一膏传递 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 即是你觉得 还是怕魔鬼 还是这些问题很难处理 你不介意可以说出来 有时睡着觉 有时梦 有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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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持意识 还有恐惧 有恐惧 首先我们思想处理的恐惧 就是说 耶稣帮我 我不用怕 耶稣 因为我用了 耶稣在帮我 耶稣祝福我 即是思想改变 就多些 入口整天赞美神 那就是帮前面识 那帮前面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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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晚上发梦有害怕 日后也会有时害怕 有些怕是什么 我说一例子 怕老婆 老婆会骂 不知是比较暗沉 有些人不接受自己 批评自己 这些呢 就在他心里 即刻压了 就很害怕 一看到他有些 这样 立即害怕他又骂我 这些就是压抑了的巨柏 那这些一有的时候 立即处理 我已经听着耶稣说 耶稣已经在欢喜着我 耶稣已经在称赞我 我现在在进步 我可以称赞自己 即将思维改变 那日日亲近神 慢慢你的思维会改变 变为正面和开心 那你的发梦都会改变 是的 那我睡觉呢 那我睡觉呢 长期的一个人呢 是很宽紧的 是 他整身 整身 由美龙骨 落到脚 很长期 很久 很多年 睡得很差 OK 但我现在呢 你身认识的 有那个恐怖方式 是好些的 OK 平日呢 你留意一下自己 由早到晚 是否都是在拔着 那这个我们习惯 坐在那里呢 坐在那里呢 坐在那里就叫放松 是高度放松 大家试试 闭上眼一会儿 一路想着耶稣 即是 如果你高度放松 你感觉到 一下下的身体 好像 一路想着耶稣 一路想着耶稣 好像有一样东西流过 那样的 大家试试一下 高度放松 一路想着耶稣爱你 可以由颗放松 颗放松 颗放松 一路脊骨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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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做什么都放松 都是放松的心态 也都时时用一些安慰的说话 和自己说 我现在爱着耶稣 耶稣很欢喜我 耶稣喜欢我 我做着这些事情 都是土神喜悦 神是欢喜的 首先我们当然是爱神 又是爱人 那时候我们才能有正面之为 神是欢喜我 所以我可以称赞自己 放松一下自己 那人呢 就会 越欣赏自己 就越正面 譬如有时 可能那些人对我们负面的批评 那我们就要不要理那些人的批评 而是用赞赏 对自己 多些赞赏 多些欣赏自己 进步的地方 那如果没有 进步有问题 那我们就悔慨 求求卸面 就是你整天都处理那些负面思想 又负面情绪 你慢慢 这个人就松了 就不会崩禁 这个一定是思想和情绪 还有你的 运动是有帮助的 一出汗 那些压力又会出来了 有没有人有问题 你说吧 大声说吧 这能不能乱 这是 这能不能乱 化的 这能不能乱 你先等一等 麻煩你把麥克風給我 我知道經歷神的醫治 那些事都有一段長時間 我宣告祝福瑤述某個人 但我告訴你 在醫治中的行為很恐怖 行為恐怖是他還是他? 是的 我都宣告祝福神醫治 但有些奇怪的夢 是他在那裡 整個夢就發生負面情緒 我會問一個問題 你宣告的時候 是否平日都是心平氣和 輕輕鬆鬆一想到他 你都說祝福他 譬如我們遙恕一個人 不是我奉耶穌命遙恕他 那就是遙恕了 你真的想起一個人 我也想祝福他 我有機會見到他 我會想幫他 我會想令他開心一下 這個意思是 讓你的心都鬆了 他的問題是他的 我不用說廣東話 沒有介意 不用拿屎上身 他的問題是 我是不是拿屎上身 不用介意的 那個人鬆 我覺得有怪夢 鬼夢 驚夢 這個肯定是 前面色未好 前面色是要時間 不是一下子的 你每天盡量回家 其實任何人都是 我鼓勵大家 不要看其他電視 回家 你就多些讚美神 一直享受 站著一段時間 你可以坐的 你一直讚美耶穌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就算你洗碗 煮飯 也可以 一直讚美天父 那個人就會鬆了 鬆一下鬆一下 你裡面發覺的人 是平安輕散的 這些惡夢就會離開 不要以為 快點趕走 邪靈 就會好 而一定是 我們處理日常生活 你留意自己 如果一有負面 立即處理 那我自己 怎樣開始處理 就是我四年充滿之後 我祈禱 隨時又喜樂 那我發覺 一不喜樂 我發覺有些不對勁 我就立即處理 一不開心 我立即處理 那我就發覺 任何問題 都可以處理到的 就是 這個都是 基本上都是前意識 就是大家剛才所問的問題 都是前意識裡面 仍然存留著 一種懼怕 壓力 或者不搖樹 或者憤怒 那這些 我們都是盡量去 一步步去處理 而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說我還有很多 還未做到 而是說 我有進步 進步1% 感謝神 我有進步1% 因為看人 通常是這樣 你進步了多少 你還有很多 還未做到 但是神又不是 你給了一杯涼水 耶穌都稱讚你 賞賜你 耶穌是看你有沒有做什麼 你沒有做那些 求主聖言就行了 然後你做到多少 耶穌不會要求你 一天一聲 你會好完 祂不是要求你做到完美 你盡量做到 神就已經稱讚你 那是否輕鬆很多 人就會數人做不到的 但是神就會看你有什麼進步 祂就祝福你 是否很不同 因為人是喜歡批評的 其實我們受到很多批評 神 神是經常想去提升的 經常去提升的 誰就夜控訴弟兄 魔鬼 魔鬼是就夜控訴弟兄 所以我們不要做魔鬼的牧人 自己不要濫漫地罵自己 OK 還有沒有問題想問 老師 我問我讀書你講的 如果不喜歡的人 不喜歡的人 是祝福他 很難做到 其實只能做到 祈禱都好像做不到 我這樣講 他不好 第一就是因為他有罪 世人都犯了罪 規矩整個榮 我們接受 他不好 是否代表我們要受苦 譬如我們周圍總有一些不好的人 譬如你周圍有十個不好的人 十個不好的人的東西 落在我身上 為何要他的不好的人 落在我身上 你這樣想 如果我還是 遙書不到他 祝福不到他 他的不好的東西 就落在我身上 我便受到所有的東西 就是他的不好的人 我要跟他畫清界線 但人不是畫清界線 那些不好的東西是畫清界線 那是怎樣的方法呢 他說我不好 不要緊 我不能死 我一樣祝福他 我祝福他便是畫清界線 我祝福他便是他的奏座 不過都來 其實第一就是保護自己 第二就是祝福他 或者幫助他 心態就是 如果我愈想保護自己 我就愈祝福他 我就愈保護自己 這樣的心態便容易做到 你還想不想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些人 害過我們 每個人都有 那你是否還想他繼續害你 你想不想 誰想的 他想 不想 你不想 你就祝福他 而是祝福他 心裡這樣想 曾經有人逼迫我 他是基督徒 不過他抗拒四年充滿 他便一直逼迫我到底 我便怎樣祈禱呢 我曾經想過 神可能追到他 不知道有什麼怪病 在他身上 立即神感動我 沒這麼想 求主赦臉 然後我就怎樣 神力求你幫他 忠心 按照他的方式 他雖然不接受四年充滿 按照他的方式忠心 以至他上到天堂 神都會稱讚他 有良善有忠心的福人 求你祝福他 就是這樣去想他 還有有一天我看到他 我會去祝福他 去做什麼令到他開心 請他吃一頓飯 請他一起聊天 令他開心一下 如果他願意的話 就是我心裡想通了這件事 以至他的不好 不要仍然停留在我心中 因為他停留在我心中 我可以回應 我有一個實際 很難停留 OK 好 我想說 我也有一個很不喜歡的人 或者他很不喜歡我的人 就是我公司 包括我女同事 他甚至傷害我 拿一些私人的東西去攻擊我 但是我其實有一段時間我都心裡好 有一段時間我都心裡插著 但我發覺我聽到牧師教我的方法 就是其實他也很慘 他也有自己的問題 你嘗試覺得他犯罪的情況 其實他也很可憐 譬如我也知道我的同事一些秘密 譬如他有一些不見得光的東西 但我覺得他雖說我 但他實在很慘 其實他有罪 我就要憐憫他 還有時也會祈禱 他雖然這樣對我 但我會常常說祝福他快點升職 祝福他各樣東西 脫離罪 會嘗試幫助對方 如何祝福他 如何覺得他在罪裏都很可憐 很慘 你想一下他很慘的地方 雖然這樣攻擊你 其實神是不喜悅的 所以我們就不要看到神 不要看到他對你不好的地方 而是你用一個憐憫的心態去對他 還有祝福他的心情 當你越祝福那個人的時候 你的心裡都會放下一些東西 還有會覺得會輕鬆一些 還有有時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因為我對一些靈界都敏感的 我試過祈禱 我試過生氣的人 生氣了他一段時間 然後我做夢看到一個邪靈 在夢裏的聲音 然後我跟我說 我就奉耶穌靈趕他走 結果他跟我說 因為你描述那個人 所以他就不走 即是我們作為基督徒的 我們不想神不起於我們 即是不想因為他的罪而令 我們都在罪裡面 謝謝你分享 感謝主要欣賞你的進步 即是說體訓傷害人的人 其實他受很多傷害 所以他會傷害 那時候我們就說 我不會把他的問題拉上身的 還有一個人想問 希望大家有什麼問題都處理 處理的時候 你的心就輕鬆清潔 又經常祝福人 那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一步步提升 但是這些過程 是將來對你有幫助的 因為你會幫別人 我想問 祝福是否真的處理 祝福即是甚麼 即是如果祝福 不斷的祝福 或者是感謝神 多謝神 即是在處理 處理是無論他哪一方面 我們都要處理 即是說祝福是其中一部分 譬如這樣 他在罵你 你真是沒用 你真是笨 做甚麼都做到這麼壞 譬如這樣說 首先這句說話 我們要處理的 即是說 我是不是真的做甚麼都做不到 如果我真的有做得不好 我就由求主赦免 求主幫我做得更加好 如果我不是 我知道他其實是中傷我的 他中傷我 我需要放在心上 我一直說 我不用放在心上 即是我們要化解他那些說話 不是只有祝福他的 我要化解 即是任何一件事 我們心中仍然存留的 負面的 都要化解 譬如他的態度 他看見他的嘴唇 是黑臉的 我們便要化解 他以為他黑臉 就好像比人更厲害 或者他也不是這樣想 而是他不能停止黑臉 他經常都不開心 所以他不能停止黑臉 我可憐祝福他 你對他笑一下 希望我的笑容 會令他有一天笑化 即是這樣的心態 即是他做哪一件事 我們便要化解哪一件事 但始終最後是祝福和完書 謝謝大家